好 厚海大鲨鱼厚鲨 发挥有点差 没有 完全就不在调了 那惨不忍睹的感觉 现在有点这种状态 刚才前半段 起来没找到完 完完全就不在调了 好 厚海大鲨鱼 反正厚鲨呢 我觉得这个群众基础 它太厉害了 所以傅甫主唱的表现 非常则破 就是跟他们正常 因为我听说厚鲨的表演 就是特别忽高忽低 就特别没谱 因为他们就是讲究自由嘛 那就是有时候就发挥好 发挥复好 就是不是特稳定的 然后我觉得他那歌词也挺逗的 我觉得整天就野马 我发现好多歌词就是民谣里也爱用野马 然后他那歌词就是 我是一匹野马就错过了太阳 怎么着 这个野马为什么要错过太阳 就是我觉得也 我不是他 不是他明朗 他不是说吗 他说喝对酒以后 我们那个 吐的时候 吐的时候突然看见野马 那有时候喝多了还能看见那个 吐子呢是吧 还能看见蓝精灵呢 反正就是歌词也还行 但总体表现我发现就是他们乐队可能最近没有排练 我觉得缺乏准备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演这首歌之前的这几天可能够于放松 有点觉得简单了 你没觉得一开始我为什么无脸呢 我觉得就是那个舞美的灯光后面那个背景放那些东西是跟都有仇啊 就放点粉红色的那种 那不是太阳出出出 没有一开始太阳后来变成粉红色的都能闪 就感觉就跟那个特别低端的那种KTV似的 就是或者歌舞厅什么的 我觉得他是不是跟那个灯光或者舞美也没沟通好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能晋级 但是这场确实发挥的不好 好我们看下一首